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到了今天有20多年了 美化运动因为经过这个岁月的长回 那么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有成就了 有老化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年的美化运动 也全村村民的大家的付出 所以觉得有这个再把它保留下去 再幻虫跟它粉刷 这个主要为什么木布地 你们花了多久的时间让全面美化呢 这个美化开始在运动是从今年年初开始 那么在今天还在进行中 这些美化都是村民们的出钱出力吗 大部分是村民很多村民昌理 那么经费方面大家都出一点来美食来帮助 距离第一次的新村美化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 距离第一次的新村美化到现在已经有 从92年到今天都有27年了 第一次的新村美化你们得到全国冠军 那时候首相也有来采访一次吗 对 第一次的美化冠军我们是93年拿到冠军 那么冠过后我也拿到全国冠军中的冠军 那么95年首相马阿滴来拜访我们新村 这一次的美化啊 你最想带给村民的是什么呢 这次美化主要一个目的是 我总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山村 那么老人其实居多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个条件 自然条件 我们有一条天定河 天定河配合这个景色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地方美化起来 做一个河畔公园 那河畔公园让很多时候我们居民 在这边有个悠闲的地方 慢慢的那么我们也能够配合 吸引更多的外人来这边参观 那么我们这边说 主要带定这些旅游的一个目标 那我知道墨泉外这个地方啊 也有很多东西美食啊 你可以介绍吗 墨泉外这个小地方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美食 包括我们的游泳菜啊 那个冬粉的面啊 还有那个麦芽糖 那我还有一个飞鱼面 还有我们附着的光饼 都是很出名的 好的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是 你们 我们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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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